普通的上班族突然一個迴旋梯 再補幾個飛拳 公事包就是武器 或者是 連傘都可以當雙結棍 刷得有模有樣 還不只這些 曬一棍 衣架 還是清潔用品 抹布 水桶 甚至是報紙 都可以採一擦 連路邊的交通錐 真的統統統變成它的道具 田中博明只是一名普通上班族 不過他熱愛功夫 也真有些武術底子 所以穿西裝自拍這些武打片 就有網友VASCO相當熱心 把他加上精緻特效 瞬間升級成奇幻戰鬥片 俐落的動作加上酷炫的後製 影片在Twitter上獲得許多網友轉載 還獲得許多忠實粉絲 不過也有人很好奇 無論怎麼飛踢 怎麼快打 他身上的西裝 怎麼都不會壞 國中心最好報道